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大家好 我是Tim 加拿大多伦多东部基督教会的成员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每周播客 走过圣经 这是一个查稿圣经 而且仅仅是查稿圣经本身的博客 上一周我们学习了《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到九节 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www.easternchurch.org 或者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找到这一集 在走过《圣经创世纪》的目录之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发表评论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 answerintheworld.gmail.com 我们将尽可能快地做出回应 今天我们将从《创世纪》的第一章 就由第九节开始 神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使汉地露出来 是就这样成了 神称汉地为地 称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 地要发生青草 和结种植的菜树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种其对 果子都包着和 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 和结种植的菜树 各种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种其类 果子都包着和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三日 神说 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 做记号 定节令 日子 连税 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 神造了两个大光 大的广昼 小的广夜 并照重心 就把这些光 摆立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管理 昼夜 分别明暗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四论 神说 谁要多多 自身 有生命的物 又缺了 飞在地面 以上 天空之中 神就造出大雨 和水中所 自身各样 有生命的动物 各种其类 又造出各样 飞鸟 各种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说 自身 凡多 充满海中的水 缺了 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五日 那我们快速地回顾一下 我们迄今为止 所学到的东西 在创造的第一天 宇宙地球和光 都被创造出来 然后在第二天 神造了这个地球的大气层 使这个星球上的生命 可以生存 既然我们有了大气层 神创造了第一个生命 但是 它不是人类 甚至一些小动物 而是植物 在它这么做之前 它必须为许多植物 创造一个适合生长的地方 所以它通过将天空之下的水 在大气层以下 聚集在一起 来创造了干燥的土地 一旦干地出现 那么地球就适合植物生长了 神然后创造了 各种类型的植物以及树木 像果树一样 能够提供食物 每一个植物都携带种子 以便不断地防殖 这意味着 神使他所创造的生物 具有防殖能力 来复制他的创造 而不必要 神来不断地创造 他通过DNA 生命的基石之一 以及各种防殖系统 来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 每一种的植物 都只是复制同类 换一句话说 香蕉树会防止香蕉 玫瑰会防止玫瑰 每一棵树都不会复制出别的东西来 这与进化论是直接相矛盾的 他说一种物种会变成另外一种 这就是第三天神所完成的工作 在第四天我们进入了一个 在不信道者的心中 认为最有疑问的创造阶段 太阳 月亮和星星的创造 有些人对在星球之前就有光不能理解 我们将在第三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想要这个问题的答案 请听第三集的内容 人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是 如果宇宙很年轻 星光如何能够到达我们的地球 但是在我们得到答案之前 让我们讨论一下第四天发生的事情 正如我们在第一天所发现的那样 神创造的光 并将光与一样分开 也就是昼夜 但到了第四天 神通过创造太阳和月亮 进一步分开的白天和黑夜 你可能会说 他把重点放在了光上 大的光是太阳 因为他实际上是自己发光 他同管昼 小的光是月亮 不仅因为它是较小的 而是因为它是反射的太阳的光 但自己并不发光 它同管着夜 因此我们在白天看到太阳 天空更亮 而在晚上 我们看到的月亮 天空比较暗 但是这两个光 还由于另外一个原因 被造出来的 作为季节日子和年份的标志 我们如何计算一天 地球相对于太阳 自己撞动一周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如何计算一年呢 我们依据太阳 依据地球让太阳运行 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来计算 季节是以相同的方式计算的 月球也被愿来确定季节 这些天体都是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 发挥作用 创世纪海之间了当地说 神海创造的星星 这真的比较困难所在 当我们使用望远镜时 我们可以在天空中看到壮观的景象 比如银河系等等 对于一些细微的星星 我们只能看到的是微小的观点 我们可以很准确地计算出光线的速度 和这些星星的距离 所以说科学家声称 这个宇宙不可能是年轻的 并不是神欺骗了我们 我们看到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发生 就是宇宙的 是古老的 但有第三种可能性 早期的宇宙没有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样 当我们进行计算时 我们假设事情总是始终保持不变的 但是你应该要记住的是 一周的创造设计的是 神以超自然的方式来进行的 我相信我们在天空中看到的事情 确实是发生的 但是神可以在瞬间 把这些星光发送到地球 毕竟他是神 他创造的这个宇宙中 以及里面的东西 使我们可以享受他的美丽 并且能够知道神的存在 在诗篇第19章第一集中说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参全传扬他的手段 我们应该能够仰望天空 敬畏神为我们所创造的 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存在 星光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 但对于信徒来说 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在第五天 神创造了所有的海洋鱼类 以及一切海底的生物 然后他创造出在空中飞翔的鸟类 这令人惊奇的是 相信进化论的人们 也认为动物的生命开始有海洋 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 他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一部分是圣经中 与科学相互合的一个地方 但是进化论认为鸟类 比陆地动物亡很多 但事实上是 猜测动物生命从海底 开始对于一个未受 圣灵启示的人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人想要 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之下 猜测出这个地球的生命产生的过程 那么猜测人类 在所有动物创造之前 被创造出来 应该是更呵护逻辑的 而不是得出鱼和鸟先创造出来的阶段 然而 这正是摩西在《创世纪》中所描述的 科学也表明 动物的生命确实是从海洋开始 这对摩西来讲是不可能知道的 那么鸟类呢 摩西错了吗 如果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那么答案是否定的 那为什么化石纪录显示鸟是后来出现的呢 这就是怎么解释化石纪录的问题 为了做到这一点 化石的纪录 必须被认为是完整的 我相当肯定 科学家们很容易承认 我们没有所有已存在的动物的化石 由于化石纪录的不完整 不可能假定哪一些动物是先出来的 哪一些是后出来的 当然 相信进化的人会说 证据表明了一些东西 但这仅仅是一个迹象 他们不能肯定 你想知道基于证据 相信一个没有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这就是信仰 当基于证据表明这个宇宙是有偶然的机会 或是有造物主创造的时候 我会相信它是有造物主创造的 就像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有造物主创造的 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想再次强调 所有的生物都是按照其物种 复制防止的 再次 在本章中 进化是被否定的 随着第六天的创造 我们会就这个问题 做一个全面的阐述 这一集我们就要结束的 用主耶稣喜悦 下一周三 加入我们 从创世纪的第一章 第二十四节继续学习 再见 希望你今天过得好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The glory of His cross becoming the glory of His cross The glory of His cross the glory of His cross